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高興,今天我們再次邀請到國道侍奉中心的總幹事何寶生弟兄 為我們分享一個重要的題目 上次他跟我們分享過《末世之信,枕分真假》 他就說這個世界有很多資訊 很多資訊,最重要是有神的啟示 所以他就說很興奮,因為有一本天書在我們的手中 而今天他就會說到 《以哈戰爭,誰為正邪,定分界》 究竟這條界怎樣分呢? 我們相信何寶生弟兄 將會透過聖經的話語,這本天書給我們重要的啟示 不如我們有請何寶生弟兄 親愛的家人 上一集我記得我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在末世這麼多爆炸性的資訊裡 我們怎樣可以分定真假 這裡需要有一條中軸線 以聖經裡的預言 將點、線、面連在一起 使得我們得著一幅立體的圖畫 今天我很想跟大家來分享 就是在《以哈戰爭》裡 我們如何藉著聖經給我們這條主族 去分哪一個是正、哪一個是邪 我記得上一集跟大家分享過 我們讀聖經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就是要讀到天父的心長、心意和心緣 所以在我們今天分享之前 我很想先讀出一段經文 這段經文記載在《生命記》第七章 七至十一節 耶和華尊愛你們 這個你們就是講到神的聖文 以色列文 神簡選你們 並非因你們的人數多於別文 原來你們的人數在萬文中是最少的 只因耶和華愛你們 由一要守他向你們列祖所起的誓 就用大能的手領你們出來 從為勞之家 救贖你們脫離埃及王法魯的手 在這裡很清楚告訴我們 神簡選以色列文 不是因為他們的義 也不是他們的偉大 其實他在萬族裡 是人數最少的 而神是紀念祂和阿伯拉罕所立的約 在第九節他說 所以你要知道耶和華你的神 祂是神 是信實的神 向愛祂 守祂戒命的人 守約師慈愛 直到千代 但後面第十節他說 向恨祂的人 當免報應他們 將他們滅絕 凡恨祂的人 必報應他們 決不慈言 所以你要謹守遵行 我今天所吩咐你的戒命 律例和典章 神在萬族裡 簡選了以色列文 要成為神的聖文 去代表 去彰顯天父的心長 心意和心願 這個神是神簡選以色列文的目的 而在《生命記》第十章 十二至十九節 那裡這樣說 以色列 現在耶和華你的神 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 他簡選了你 是有個目的的 簡選了你 也有需要向你 要求的是什麼呢 他說 只要你敬為耶和華你的神 遵行祂的道 愛祂 盡心盡敬誓 侍奉祂 謹守祂的戒命律例 就是今日我吩咐你 為要叫你得福 神简选以色列文是为了他们首先得福 You cannot give what you don't have 神首先爱这个民族 首先祝福这个民族 以至这个民族可以成为万族的祝福 也可以去爱其他的万族 这个就是神的心详 心意和心愿 然后神在十五节就跟祂说 祂说耶和华 但喜悦你们的列祖 爱他们从万民中简选他们的后裔 就算你们像今天一样 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蔚除掉 不可硬着颈寒 神有简选也有管教 神有简选也会有西选 而在十八节 神更加这样说 祂说 祂为孤儿寡妇身冤 又连爱寄居的 赐给祂衣食 所以你们要连爱寄居的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 神与阿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很奇妙 祂让阿伯拉罕沉沉的碎料 然后与他立约的时候 祂说了一个条款 就是你的后裔 我会将他们摆在埃及遗牢之家 我要让他们曾经成为一个寄居的文 祂就知道寄居的时候被欺压那种痛苦 以致以后他们能够连述那些寄居的人 这又是神的心详 又是神的心意 仲在以色列文的心里面 神与以色列文说 我要向祢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祢尽心尽性尽意爱主祢的神 在马太福音当法利赛人问祂 最大的戒命是哪一条 耶稣就跟祂说 耶稣对祂说 祢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祢的神 这是戒命中的第一 这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整个律法的总纲就是爱 整本圣经就是表达着天父的心肠 所以爱是一个主族 连述是一个主族 而且这成为耶稣所教导最大的戒命 在新命记的时候 神与以色列文说 在新约的时候 祂与我们新约立了约的儿女和子民说 所以爱是一个主旋律 现在我们就来看 今天我们要如何判断 在战争里面 哪一个是正 哪一个是邪 不是我们自己去决定的 而是神自己去决定的 在整个列王纪上下 和历代智上下 很清楚有一条主族先 由大卫开始成为了一个榜样 因为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我再说一次 合神心意的人 所以他将所有 后面接触他作王的所有的君王 都以大卫做一个榜样 因为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然后其他的君王 接触的君王 所有不是行在耶和华看为正的事 不是行在大卫的榜样下下的君王 很多都是虚心意的人 唯有那些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君王 他们才会蒙恩蒙福 所以不是你觉得你对 或者你觉得别人错 而是在耶和华的眼中 他看为正才是正 他看为恶就是恶 所以这是我们去衡量的标准 有了刚才的基准之后 神是一个守弱又施慈爱的神 神是一个充满了怜悯心肠的神 神整本圣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主旋律 就是尽心尽意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你的神 以及爱人如己 所以爱是整本圣经的主旋律 有了这个基准之后 我们就开始可以去发问 一些良心的拷问问题 在这里我想和大家一起去思想一下 是否所有自称阿伯拉罕后裔的 都是阿伯拉罕的真子孙呢 是否所有自称是犹太人的 都是真犹太人呢 谁在这里假借上帝的圣名 假借他的圣约 却是行在窃读上帝的恶事之中呢 谁才是天父和阿伯拉罕的真儿女呢 如果我们要去回答这几条问题 有一个准确的答案的话 我们就很容易分得开 谁是正 谁是邪 在《玛特福音》第三章七节九节 我们记得施洗若汉 他见到很多法利塞人 和杀赌该人 来接受他的洗礼的时候 他发出了一句很奇怪的说话 他说毒蛇的种类 谁只是你逃避将来的愤怒 你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 不要自己心里说 有阿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 我告诉你们 神能从这些石头中 吸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希腊清楚告诉我们 施洗若案 他说不是所有的人 都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 唯有那些结出好的果子来 那些才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 如果你不悔改 如果你不离开你的恶行 施洗若案已经摆在树盆上 随时会把你砍下来 砍在火上去烧 甚至施洗若案用了一个很严厉的说话 他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 当我查圣经查到这里的时候 我觉得很奇怪 施洗若案是凭什么去指出 他们是毒蛇的种类 这些人都愿意出来受洗落 你应该很欢喜快乐 有这么多法利在人 都在我的主持下接受我水的洗礼 但他却警告告诉我们 这些人是毒蛇的种类 我相信施洗若案是一个属灵的人 他有一种属灵的敏锐和分辨力 另外一段经文更令我惊讶 就是主耶稣基督直斥那些法利赛人的棋飞 主耶稣甚至指出这些法利赛人 祂说你的爸爸就是魔鬼 这段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八至四十四节 我所说的是我在父那里看见的 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父那里听见的 耶稣说我在做什么 我在听什么 我在说什么 都是在我爸爸那里听回来 我怎样听就怎样做 但你们现在走的 是从你们父亲那里听见的 为什么这里有两个父亲 后面三十九节他说 他们说我们的父是阿伯拉罕 耶稣说你们若是阿伯拉罕的儿子 就必行阿伯拉罕所行的 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 告诉你们 但你却要杀我 这不是阿伯拉罕所行的事 你们走的是你爸爸叫你们走的事 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的生的 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 这份法利赛人很清楚去宣告 除了阿伯拉罕是我们的先祖 我们的父 我们还有一位父亲就是耶和华 但在四十二节耶稣说 他说 倘若神是你们的父 你们就必爱我 因为我本是出于神 也是从神而来 并不是游着自己 乃是他差我来 四十三节 他说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所说的话 无非是你们不能听我的道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你们父的私欲 你们偏要行 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 不守真理 因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方是出于自己 因为他本来是说方的 也是说方之人的父 在这里耶稣真是直直其非 他说 你们自称是阿伯拉罕的子孙 是阿伯拉罕的儿女 你们也认耶和华是你们的父 但你们所行所做所说的 不是按照天父给你的指示 天父给你的吩咐去做 你们在行的 是你们的父亲 魔鬼所做的 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的 所以该人 神提醒他之后 他反而去杀了他的兄弟阿伯 因为他是属鬼魔的 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 我们知道 不是所有认耶和华是父亲 认阿伯拉罕为他们的父的人 都是耶和华和阿伯拉罕的真儿女 甚至很大的可能 他们所行所说的 不是代表着天父 他们是代表着 他们在背后行恶 杀人 说方的父亲 魔鬼撒旦 当我们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 神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今天我们要首先去分辨出 哪些人在说哪个人说的说话 他们在代表着神 或是代表着魔鬼说的说话 而他们所行的是耶和华所行的事 如果你有了这个基准 你就很容易去分辨 哪个是正 哪个是邪 这些经文就是我们的基准 放在我们今天看到所有的时事 在媒体的面前 在传媒的面前 他们所说出来的论述 跟耶和华说话的味道一不一样 跟天父的心详 心意心愿是否达成一致 你就知道哪个是对 哪个是错 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哪个是正 哪个是邪 第二条的问题是 是否所有自称是犹太人的人 都真是犹太人呢 在罗马书第二章28至29节 是这样说的 因为外面作犹太人的 不是真犹太人 外面肉身的角礼 也不是真的角礼 唯有内面作的才是真犹太人 真角礼也是心里的 在乎灵不在乎疑问 这人的称赞 这人的称赞 不是从人来的 乃是从神来的 这是保罗 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犹太人 法利赛人 很清楚他自己也是一个犹太人 杀都该人 律法师 所有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一个真的犹太人 但是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指明一件事 在外面作的犹太人 不是真的犹太人 你可以按照移民 行所有的礼仪 你可以在你的护照上 写明你是犹太人 你是以色列人 但是在神的眼里 唯有在灵里受了割礼的人 不再靠肉体行事的人 这才是真正的犹太人 真正的犹太人不在外面作 真正的犹太人在心里面作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 不是你拿着一本护照 不是你去验了DNA 不是你自己称自己是犹太人 在神眼中 你就是真的犹太人 神有另外一个定义 所以亲爱的家人们 弟兄姊妹们 当我们说到犹太人 以色列人的时候 我们要按照圣经给我们的基准 去明白去分辨 什么是真的犹太人 什么名字叫犹太人 什么名字叫犹太人 名字叫以色列人 但其实在神的眼中 他们不是真的犹太人 他们只是A4 在启示录更加清楚 告诉我们 这些假犹太人 有没有进入到新约的教会里面 在启示录第二章八节九节 他说你要写信给 侍美拿教会的使者 说 那首先的、末后的、又死过又活的 说 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窮佛 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 为旁话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乃是撒旦一会的人 圣经在这里清楚告诉我们 这群犹太人 自称是犹太人 但是 其实他们是撒旦一会的人 更加 现在令我们胆战心经的 就是这群自称是犹太人的人 居然在士美拿的教会里面 即是说 撒旦已经将他的差役 派了入去士美拿的教会 会不会今天 撒旦同样已经将他的差役 那些撒旦一会的人 那些假的犹太人 渗透进入了永生神的教会里面 如果不会这样发生 启示录就不需要这样提醒我们 而且不是一次提醒我们 在启示录第3章7至11节 在那里讲到非拉铁飞的教会 他说你要写信给非拉铁飞的教会的使者 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位的约事 开了没有人能关 关了没有人能开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略有一点力量 也曾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名 看啊我在你面前 给你一个躺开的门 是无人能关的 第9节他说 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 其实不是犹太人 乃是说方话的 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 也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 你既遵守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我必快来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老约翰向教会 菲拉铁菲的教会 也向末后的教会 发出一个很清晰的讯号 撒旦已经入了永生神的教会里面 他们自称是犹太人 其实不是犹太人 他们是说方的 但是神却会令这些原本 入了教会里面混乱教会的 假犹太人 他们要在我们脚前下拜 不是我们能够做得到 按着神的怜悯 在末后的末后 神会留下了十四万四千的犹太人 我们教会也有一个使命 要将这些已经离开了神 或者落在撒旦手里面的差役 将他们拥抱回神的家里面 而且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在这里 圣经有一个应许 他说 在普天下都受试炼的时候 我会保守你免去这些试炼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从上面这几段的经文 很清楚告诉我们 他自称是犹太人的人 不一定是犹太人 也更加不是神所说的真犹太人 我们首先要将真的假的分别出来 什么是真正阿伯拉罕的子孙 什么是真正神所指的犹太人 这一帮人都不在肉体里面行事 是在圣灵里面 按圣灵的感动 带领管教指示去行事的一帮人 这一帮人不是凭着肉体去敬拜神 是在灵里面去敬拜神 跟从神 守着神的道的一帮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单是神在警告中 那些自称为犹太人的人 神会将他们分辨出来 而且祂也提醒着 祂自己身弱的教会 你不要站在那边站错队 否则你的命运 就会跟他们所称的央在一起 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 所以在往后 整个以哈战争的 一路的发展下去 有一条基准 你要知道 哪个人真正是代表犹太人说话 是真犹太人说的说话 哪些是假的犹太人所说的说话 在容后再有机会 我会跟大家再详细去分享 在犹太人当中 有很多不同的类别 当我们一知道这些 更清楚的分野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去分出 哪些是真犹太人 哪些是假的犹太人 下一个问题就是 谁在假借 天父上帝的圣名 和他的圣约 却是走着窃读 父上帝和神的圣名 走着这些恶事的人 以色列政府现在 奉着神的名去行的事 而他的所作所为 究竟是在全世界面前 荣耀着天父上帝的名 或是在窃读着天父上帝的名 我觉得作为新约的教会 我们不但要神思明辨 我们在这个时候 此时此刻 更不能沉默不语 否则我们很容易成为共犯 以下的经文 帮助我们了解 去清晰地画出那条线 在《出埃及记》 第20章第7节 他说 不可妄称耶和华 你神的名 因为妄称耶和华 名的耶和华 必不以他为无罪 在《利未记》22章31-33节 他说 你们要紧手遵行我的戒命 我是耶和华 你们不可窃读我的性命 我在以色列人中 却要被尊为圣 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 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作你们的神 我是耶和华 神在这里很清晰地去宣告 你们不可以窃读我的性命 在以色列人当中 我的名字却要被尊为圣 所以以色列在万国面前 所有做的事 后面都要有一个根据 就是我所行、所言、所作 是否在荣耀着天父的名字 或是在羞辱着神的名字 在《利未记》24章15-16节 他说你要晓语以色列人说 凡就作神的必担当他的罪 那窃读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 神必然会管教和情治 就是窃读他的名字 神很紧张他自己的名字 因为他的名字是圣名 每一间公司、每一个国家 他都会很紧张他的名誉 每一个人都会是这样 每一间公司都会是这样 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 何况我们的神呢? 当以色列人行耶和华 眼中看为静的事的时候 用天父的心长、心意、心远 去行事的时候 必然会带来一个美好的果效 神的名字得着荣耀 但当以色列人不按照神眼中看为正 却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时候 他就会带来咒座、带来灾难、带来伤害 甚至流无辜人的血 全世界的人都会因为这样 藐视我们的神 甚至咒座我们的神 所以作为旧约神的子民 和今天我们新约的子民 我们所言所行 其实后面都要关心一个问题 我既然是天父的儿女 我是神家里面的人 是天国在地上的代表 我们所有做的东西 说的东西 后面都要衡量一件事 我现在在荣耀神 或是在虚读神 但如果我虚读神的时候 神说祂一定追究 而且刑罚 甚至在旧约祂要灭绝 这件事不是一个选择 不是你可以做可以不做的事 而是在神的眼里 极其重要的事 你可以想想 为什么现在全世界 这么多反游的运动会出现 这么多负面的声音会出现 其实我们就要问 现在以色列在做的事 是在虚读神的名字 羞辱神的名字 或是在荣耀神的名字 代表神的心详 代表神的心意 代表神的心愿 或是代表魔鬼的行为 魔鬼的心详 魔鬼的目的 这个值得我们细细思考 在以西结书二十章五到九节 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当日我简选以色列 向雅各家的后裔起誓 在埃及将自己向他们显现 我是耶和华里们的神 那日我向他们起誓 必领他们出埃及地 道我为他们拆看的流乃与蜜之地 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 我对他们说 你们各人要抛弃眼所喜爱可憎之物 不可因埃及的偶像颠污自己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第八节 他们却拔异我 不肯听从我 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 不离弃埃及的偶像 我就说 我要将我的愤怒 倾在他们身上 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 我路中所定的 第九节 突然间神转念 祂说 我却为我的名的缘故 没有这样行 免得我的名在他们所住的 列国人眼前被泄毒 我领他们出埃及地 在这列国的眼前 将自己向他们显现 神不单单挑选以色列文 祂还让以色列文去代表祂自己的心肠 心意、心愿 去彰显神的荣耀 但在这里告诉我们 以色列文有没有珍惜这件事 祂说 他们却没有离开神所征护的物 也没有离开他们的偶像 以致神的愤怒临到他们当中 如果不是耶和华转念 可能将他们全部杀光 但是在这里第九节 神说 我为自己的名的缘故 我没有这样做 免得我的名在列国的面前被泄毒 以色列文可以当我无道 以色列人可以泄毒我的名 但我却要维护我的名 我要维护我的尊严 我要维护我的荣耀 当我读圣经到这里的时候 我心里是很难过的 今天我们要想一下 我们旧约以色列的子民 神的长子以色列 和我们新约的教会 我们在基督的大爱下被属回来的人 我们应该是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爱 耶稣基督说 旧约他们以眼还眼 但是在新约 你们要知道 我不接受这一件事 他说 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 为我们的敌人祈祷 不要为恶所胜 却要以善性恶 这是耶稣吩咐我们 彰显出神的爱来 可惜以色列文一路都是患耿缽役 在过去的历史里面 颠污地流很多无辜人的血 在以色列书第三章六章十七至二十四节 他说 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时候 在行动作为上 颠污那地 他们的行为在我面前 好象正在 荆旗的妇人那样污谓 当我读圣经 读到这里的时候 很震惊 原来在神的眼里 以色列文在应许之地上所行的 那些污谓 就像妇人的荆旗的血一样 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 又因他们以偶像颠污那地 就把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 我将他们分散在列阁 四散在列邦 按他们的行动作为 惩罚他们 他们到了所去的列阁 就使我的性命被窃毒 因为人谈论他们说 这是耶和华的闻 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 我却固释我的性命 就是以色列家在我到列阁中所窃毒的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 主耶和华 如此说 以色列家 那我行这事不是为了你们 乃是为我的性命 就在你们在列阁中所窃毒的 我要使我的大明显为性 这命在列阁中已被窃毒 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窃毒的 我在他们眼前 在你们身上显为性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 从列邦聚集你们 引导你们归回本地 当以色列文 颠污那地 那地将他们套出去 神按着他和他立约的应许 当你们不遵守我律例典章的时候 我要将你们套出去 抛来抛去在万国当中 但是这些以色列文 去到所去的国家里面 却继续窃毒神的名 叫神的名大得羞辱 但是神说 我为我自己的名的缘故 我一定会为我自己的名 拿回公道 我要在外邦人当中 我的名要再一次被尊为性 我会在列阁里面 将你们重新带回去这片土地上 希望你们会明白 而且悔改 在以西结书39章1至9节 他说人子 你要向哥甲法寓言攻击他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罗斯米切土巴的王哥甲啊 我与你为敌 我必调转你 领你前往 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 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 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 从你右手打掉你的战 你和你的军队 并同着你的列国人 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 我必将你吸各类的咒鸟和田野的走秀作食物 你必倒在田野 因为我曾说过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要降火在马角和海岛安然居住的人身上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要在我门以色列中 显出我的性命 也不用我的性命再被窃读 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以色列的圣者 第八节 主耶和华如此说 这一事情临近也必成就 乃是我所说的日子 住以色列成 一的人必出去检气骸 就是大小盾牌弓箭挺杖 枪矛刀当柴烧直销七年 在这里上一次我跟大家说 在末后的末后 耶路撒冷圣城 一定会被列国的民来攻打 但是神在这里 祂将会不单管教以色列民 祂也会管教以色列 攻打耶路撒冷的万民 神管教他们 要他们知道祂是耶和华 祂是大而可畏的神 祂要在外邦人的面前再一次 显明祂是圣的 祂的名字要再一次被尊荣 祂的荣耀再一次 席着以色列彰显出来 在马拉基书一章五至六节 九至十二节 你们必亲眼看见 也必说 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 被尊为大 藐视我名的祭司 万君之耶和华 对你们说 儿子尊敬父亲 博人尊敬主人 我既为父亲 尊敬我的在哪里呢 我既为主人 敬畏我的在哪里呢 你们却说 我们在何事上 藐视你的名呢 第九节 现在我劝你们 恳求神 祂好施恩与我们 这妄献的事 既由你们经手 祂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甚愿你们中间 有一人关上殿门 免得你们 徒然在我坛上烧火 万君之耶和华说 我不喜悦你们 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贡物 万君之耶和华说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我的名在外帮中必尊为大 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消香 欠洁净的公物 因为我的名在外帮中必尊为大 你们却窃读我的名 说耶和华的卓子是污蔑的 其上的色物是可藐视的 旧约所发生的事不是新事 到今时今日自称为犹太人的人 他们所言所行 仍然继续在藐视着耶和华 在窃读他的名 虽然他们说 我们是耶和华的儿女 是他的百姓 但是他们却行事与耶和华相违背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在末后的末后 你将会看到一件令人很震惊的事 就是凡涉读耶和华的名 神都会起来管教 情治 甚至有很多人 因为这样失去他的生命 在这里我们不单止要分辨 传媒讲的东西的真假 我们亦都要分辨哪些 是亚伯拉罕的真后裔 真儿女 真子孙 愿我们看准形势 站在对的立场上 去分辨是非 分辨善恶 以至最后 我们仍然在这个混乱的世代里面 成为这个黑暗的世界的一盏明灯 成为一条被收藉的道路 去预备荣耀的君王的到来 最后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总结 大家很熟悉主土文 他说到天父有三个未完的心愿 而第一个就是 愿人都尊我的名为成 愿人都尊我的名为成 愿人都尊他的名为成 为什么会成为天父有这么大的心愿 因为他的名为一直在他自己的子民百姓中被羞辱 被颠污 刚才我们读了很多经文 你都会看到 原来神对他自己的名为 有一份很严谨的执着 因为他的名为代表他的心 今天他的心不会得到满足 他的心破碎 他的心哀伤 是因为他的子民不认识他 不是走在他的心肠 心意和心愿里面 而是他的名在万博烈角当中被玷污 被窃毒 被嘲笑 是主土文告诉我们 第一个心愿 就是需要我们全地的疑慮 包括以色玛利 包括以色的后裔 包括我们新欲的教会 我们都要来一起满足 爸爸这个未被满足的心 愿人都尊我爸爸的名为成 而且在哥林多前书 第十章三十一节他这么说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哪些是正 哪些是邪 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就是那些能够一言一行 都彰显着天父的心肠 心意心愿的人 我们不单止去背诵主土文 我们还要行在其中 活在其中 以至天父的心得着安慰 得着满足 愿主祝福大家 真是非常精彩 再次多谢国道侍奉中心的何宝生弟兄 为我们带来以虾战争 谁为正邪定分界 原来他说要回归真神 回到真理 才可以定准这一条的界 让我们一同去认识神的话语 而这个时候我们有请何弟兄 带领我们作祝福的祷告 有请何宝生 亲爱的天父 我们虎伏跪在你自己面前 让你承认 因为我们的无知 因为我们的患耿缝役 因为我们自以为是 因为我们体贴肉体的软弱 我们仍然很多事行事 虽然是奉你的名 却不是活在你的心意里面 求你赐下一个私恩恳求的灵 不单止给犹太的民族 给以色玛利 整个阿拉伯回教世界 亦都给我们新约的教会 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 爸爸愿 这个占了世界人口一半的族群 转眼来仰望你 就如耶稣基督你 你教到我们的祷告一样 愿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全地 好像海水充满阳海一样 愿你的儿女因为认识你 而晓得敬畏你 愿你的儿女看到历史一幕一幕 血淋淋的教训 终于能够认罪悔改 俯伏在你自己的面前 求主念吻 求主遥述 求圣灵你带领我们回转 帮助我们 不单止去念主吻文 更是活在主吻文的吩咐里面 不单止去祈祷 我们还活出我们的祷告 万军的耶和华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满有恩典满有慈爱的主 由万不已有罪为无罪的神 你却又是守弱思慈爱 愿以讲行赦免 不愿一人沉沦 乃愿万人都悔改的神 求你谁听我们的呼求 愿所有占这个世界 差不多一半以上的一神教 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的这班人 活出亚伯拉罕的信心 亦都活出主耶稣作为真儿子 所活出的榜样 求你谁听我们祷告 求你特别赐福我们华人 在末后的末后 虽然我们五千年来 都得罪你顶撞你 你插演很多宣教士 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却杀了他 我们本身是罪该万死的 但你却给我们在末后的末后 有一个机会 成为带这两个哥哥回家的民族 求祝你使我们成为和好的使者 和平的使者 使你的家得以破镜重圆 一家团聚 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愿你的名不再被窃读 愿所有万邦列郭 口唱心火 敬拜高举耶和华和基督的圣名 这是我们的心愿 亦都是我们的祷告 亦都是我们往后的异象 愿你谁听 愿你成就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